接續來關心的是新冠變種變異株 現在不斷不斷的在變異 造成全世界有一些難以控制的疫情出現 其中2021年的1月 發現在哥倫比亞的μ變異株 這樣的變異株在實驗室裡出現了一系列的變異 被認為可能會對於新冠疫苗產生抗藥性 而像這樣子的變異株已經在39國現蹤了 其中又以美國最多 而最近還侵襲了亞洲 台灣有一例境外移入的個案 所清目前傳播速度跟範圍 還沒有超過Delta變種病毒株 不過說到Delta 我們就要來看看的是 長榮航空三名機師感染新冠肺炎 其中一人的兒子也染疫 指揮中心図定有公布確診的案例 除了之前的案16066基因定序Delta病毒之外 案16119 還有案16120 兩名機師的基因定序同樣也是Delta 那麼基因定序跟16066的機師不同 而他們的兒子也是Delta變種病毒株 所以陳時中指揮官就說 Delta病毒已經進入了台灣社區 兩名突破性感染的長榮機師 基因定序結果終於出爐 案16119以及案16120 16122父子確定感染的都是Delta病毒 不過它的病毒株的序列並不相同 案16119和案16120機師 相關接觸者匡列315名 除了機師兒子案16122陽性 其他298人陰性 北科復工總共匡列232人 全數都是陰性 至於機組員回溯專案 陰采283人 目前277個人陰性 9月7號至9月20號 維持二劑警戒 Delta病毒在發病前六天 無症狀的時候就有傳染力 案16119發病之前去過早餐店 加勒服桃園蓮花劑 案16120曾在8月28號 回苗栗頭份老家探親 更在造橋鄉一家餐廳及燒烤天用餐 根據研究 跟其他病毒相比 Delta產生的病毒量多出1000倍 傳染力嚇人 第二次需要比較做 我要看看整個採檢的情況 長榮的全部的機隊員都要採了 沒有辦法再更大了 研判起來還是在外戰的可能性比較高 齊田自主管理的解割條件 宛如3加11的5月疫情破口重演 這是第二個 有進到社區第二個案例 上回屏東Delta病毒即時封鎖 也知道感染源 但這一次機師還有機師的兒子 都在無預警之下進入社區跟校園 感染源仍然不清楚 是否能夠成功堵住破口並清零 讓指揮中心更加擔心 記者謝君仲 王一仲台北報導 長榮航空機師跟同處家人染疫 新院長孫仁昌昨天撂下重話 說航空公司應該要嚴格監督管理機師 和機組人員 如果有違反防疫指引者或規定者 那麼就應該要受到處罰 所屬的航空公司如果沒有占盡責任的話 也應該要連做法開罰 另外兩名的長榮機師和機師兒子 基因定去出爐了都是Delta變種病毒株 好 但是跟首例的染疫機是不同 所以研判應該是不同的感染源 我們從來看電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